另外這一位 詹靜花老居士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公案 這詹老居士的夫人 是我們連勝最早期最早期的連友 那她的夫人非常虔誠的念活 可是身體就是長期的不好 她體會這個人世間的苦 就非常用功 用功道有一天就向她女兒說 孩子啊你看看 極樂世界的劍已經現前了 就指給她小女兒看那個窗戶 她女兒很小的時候有一個印象 她慢慢指給她看 所以極樂世界的劍已經現前 我的西方極樂世界的緣已經成熟 我要往生了 你要好好地孝順巴巴就講這些事情 就往生去了 那她這個孩子啊 因為年紀還很小很小 也不懂事 總是想說哎呦火怎麼那麼早把我媽媽借走 就這樣子 實際上她媽媽要不念火 然後壽命道也走掉就不曉得到哪邊去了 那如剛剛講的早年顏色連有還沒那麼多 她媽媽一往生後 舊子和顏色的緣就疏遠了 那她父親因為孩子還小就在續學 再娶一個惡媽媽 這惡媽媽也是信佛 把這個孩子照顧得太好了 所以後學初初啊 接觸他們家庭的時候 都曉得說這是惡媽媽 因為他們集體這樣孝順到無與互加 真是親身骨肉都也沒有這樣孝順 險見人家家庭教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成功 那她這個女兒就長大了 結婚生子了 又和後學認識了 這個活兒又結上來了 就有一天她父親 無緣無故在路上走被車子一撞 能倒下去 一送到醫院 醫生說沒辦法處理後事 這一下子 三四個孩子一下 本來活不上的緣已經疏遠了 呼呼集體又跪著活前 要求活不上加倍了 要替父親做功德 這下子醫生本來叫他們要處理善後 怎麼又活過來 又活過來 活過來是活過來 躺在那邊不省人事 好像一個植物人 她嘴巴要講 哇 講不出來 手腳會動 又沒辦法站起來 那他們家裡經濟情況也蠻可以的 就請個特別護士 二十四小時輪流照顧 然後他們子女也是輪班都要有一個人陪著 乃至有一個小兒子本來在美國念書 趕快休學一年回來陪伴老父親 您就知道人家這個孩子 這個家庭的子女真的是有孝心 就這樣子照顧了一年 兩年 三年 還是躺在那邊 就這三年之中啊 給這群孩子 為老人家做了太多的功德了 他的老大 對我而不甚瞭解 就想說人生病嘛 生病就是要放在消災元寿啊 就發願專門念 消災元寿藥師佛的佛號 專門送藥師經 那他的女兒因為他後學有認識 我就說就是念佛啊 念佛最方便 最穩當啊 叫他念佛 另外一個兒子 就想說這個爸爸病這麼久 業障生嘛 專門送避藏經 另外一個孩子說 這個要把爸爸做一點善事 專門去印金啊 放繩啊 救濟做這些事情 整整做了三年 老爸爸還是躺在那邊 而且孝心不斷 業障的說爸爸還沒有好起來 就是我們自己子女的孝心不夠 就更誠心 更孝心的來關心老爸爸 所以說擺善孝為先 所以說取忠誠於孝子之門 我們要結交朋友 你得要留意哦 他對父母有沒有孝心 他對父母根本沒有孝心的話 你結交這個朋友你就要小心了 魯家講親親而後親人 他父母恩人那麼大都不會對他好 他會對你好 父母那別有企圖哦 結果他大哥啊 就進一步想說 爸爸還沒有活過來 就是我的誠心不夠 就照這個什麼藥師燦的啊 什麼上面所講的花葉 要做一個49天的點什麼藥師燈 拜藥師燦 念藥師金的法會 可是裡面有一點 要為老人家放生49種不同的生物 這個又很困難 49種的生物怎麼放 後來他有註解 如或不能49天之內 天天去放生回向也可以 結果這個功德又早戰後學 我說放生好啊 我們台灣殺節這麼重 我就帶著他們 49天天天去放生 一早醒過來就是要去救生命 也是非常的有意義 結果也覺得啊 非常非常的這個難得 就在這49天之中 剛好噴到一件事情 這個詹恩老居室的弟弟的孩子 在美國學電腦的回國 忙著這個事業 忙得不得了 結果中風倒下去 一下子就沒命了 後學的時候看了那麼多 結果覺得哎呀 不得了 多少人就這樣虛度一生 所以極力的提倡說 我們家裡不管大不管小 一定要找個地方來供佛 這供恩心的安寧都大有幫助 不用那樣子 糟蹋我們自己忙了這樣子 你看看這年輕人一下子 一口氣不來 就要處理後事 那因為那時候 這詹老居室弟弟的孩子 就他職兒啊 一病下去 這個詹老居室孩子 由於在替他父親 做這49天的 這個修行的功德 也在這中間幫他回向 結果那麼巧一回向下去啊 他這個年輕人就往生了 剛好就在歐彌陀佛誕辰那一天往生 我們農曆的11月17日 他從美國回來 也沒有幾個人能認識哦 結果也許這中間有幫他在回向啊 往生那一天是 歐彌陀佛的誕辰 多少認識不認識人就去幫他助念 念了這個詹老居室的 弟弟就很感動說他還是從美國回來 雖然這樣子發生這個事情 可是這麼多人來幫他助念 也念了本來很痛苦的表情 一直轉變得非常的安詳 他這詹老居室的弟弟以花心 來念佛來學佛 結果初初啊 這個詹老居室的長公子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就有人向他講 說你花心幫爸爸做這四九天的功德很好啊 可是啊 你不能說這四九天之後 爸爸還沒有醒過來就怪罪佛菩薩 他說不會 不會 我只是要盡情 結果這功德就做過了 做過又隔了一陣子啊 醫生就通知了 醫生有 都會定期來檢查 就向他家人講說 你爸爸這次的情況不大一樣 你們要準備處理後事 這消息一出來 他們幾個孩子又早上門來 又來找墨學 那墨學就說 趕快念佛啊 你們已經盡人那麼孝心了 已經盡人世了 所以盡人世聽天命啊 現在就是 你們孝心要得一個結果 就是念佛送老人家往生啊 他們也接受了 就把家裡佈置著一個 住面的場地 就開始住面了 他們家屬有好幾位輪流拍斑 靈友知道的也去隨喜住面 就面了一天 這張老居士又好起來 臉聲又非常的好 結果親友一知道說 他們在住面的就來看啊 就說 哎呦 這個好好一個人什麼時候要 什麼送他往生 就出主意了 要再送醫院啊 要再怎麼治療啊 所以大家就要知道 我們學活要有智慧啊 我們家裡要有人往生啊 除非你 哪一個這些親戚朋友都是學活的 要他沒有學活的話 晚一點才通知 等我們註冥過後才通知他 你 事情這樣發生 你一通知啊 你就是把 老人家的冤親債主 把他叫過來啊 叫過來出主意叫過來障礙 在他們也是好心啊 可是不懂事理啊 十之八九就誤人大事 這一點是非常要緊的 結果這親友意見一出啊 家裡就亂掉了 本來住念得好好的 就分成兩派了 一派 就要再送醫院再醫 一派就是說 我們已經盡了那個心力了 醫生也像我們這樣講的 我們就念活念得好好的 為什麼要中斷 當然他也來問後學 後學就告訴他說 本來我們念活就是念得無疾而終嘛 你看那個能夠得到註念力的人 他即使再有什麼癌症什麼病苦 念到最後 那些痛苦都沒有了 活力來加倍的安詳往生去的 而不是在念的老半天 還在那邊痛苦哀嚎 像沒有得到註念的人一樣 痛苦而去 結果他們兄弟啊 兄弟姐妹就意見不合 那他們本來啊 感情非常好 為了老人家這個事情 那我的意見不合 他這個大哥啊 就很難過 就開著車子出去 所以要到外面去透透氣 要去廟裡面 室苑裡面拜拜佛 車子走啊 走啊 咦 走到半途啊 就看到一棵很翠麗的樹 樹的旁邊有一個小小的這個這個紅磚的小房子 他就不如自主 車子被那一個 感覺很清雅的那個鏡啊 那一幅景象啊 給引進去 一引進去 車子一停一下車 哎呀 不得了 見到一個老和尚 一個小和尚 結果就下車 那老和尚就帶他進去那間 小房屋裡面拜佛 他說裡面 供的西方三聖 小小章的 然後拜完佛後 老和尚就問說 你有什麼事啊 他就把他父親的這個事情講一遍 然後他問三個 問那個老和尚一些問題 為什麼我父親好好一個人 無緣無故這樣子出個車禍躺了那麼多年 沒有向我們講一句話 沒有辦法交代一句話 這是什麼原因 老和尚就回答他說 這個和我講得很清楚啊 有三世英國啊 你父親今生所做的點點滴滴的好事 將來還要開發結果 他過去的二月先成熟先爆掉了 然後再舉經文上 所講的 夾時百千節 所造夜不亡 因緣會議時果報還至頌 然後他這個心就安下來 第二個 他就說 他爸爸 病啊 然後大家本來在祝念啊 然後 有親友又說 要再送醫院 可是他妹妹就堅持 就說一心念火 幫爸爸祝念 假如送醫院沒有到會好起來 送醫到可以往生的事情 然後他就在那邊痛苦啊 不曉得怎麼辦 結果這老和尚就回答他說 像你妹妹 能夠說一心念火 送你爸爸往生 他能夠過這樣抉擇的人 他是天底下 第一等大智慧的大孝子 看爸爸這樣子 又要想要鬆异 又要怎樣種種 也是孝心 可是你們這個只是世俗的小孝 然後講完後又說 不要緊回去 大家好好商量商量溝通溝通 都為爸爸好嗎 都是孝心啊 他聽了也很慘愧 明明還是大孝 大智慧 我還是世俗的小孝 一想也對啊 不是說講好要註念 念好一點又不念了 然後他就向老和尚告假 就要離去了 離去之前老和尚又說 你要離開了 送你一句話帶回去 你要以 代己之心來代人 要以責人之心來責己 就是你要以怎樣 善待自己的那個心來 善待別人 你要以就是會 想要去責備別人的那個心 來責備你自己 後學覺得這一句話 非常的好 我們一般就是容易啊 去看人家的缺點 而容易發覺自己的優點 總以為我什麼都對 人家都不對 人家怎麼這樣虧待我們 實際上修行要把他緩過來 結果他這個專居士的孩子就下山了 下山回去 當然他就退一步了 他就和這個 他妹妹還家屬大家溝通 結果就取中道 第一個 大家繼續排班註念 不能斷 第二個 不送醫院 請醫生來門 來家裡 來這個檢查一下 他打點滴就打點滴 要再打針就打針吧 可是活號不斷 就這樣子 到第六天的時候 這個詹老居士就脫悶 給他在台北一位認識的法師 請那位法師來告訴他們子女 說他要走了 這法師也半信半疑 這個詹老居士不是躺在那邊 怎麼會脫悶給我 可是他受悶忠受脫 就趕快就搭車下來 就像他孩子講 就說你爸爸昨天脫悶給我 悶忠喔好莊嚴喔 不像躺在這裡這樣子 哇那個衣服穿得非常非常的莊嚴 就說他要走了 請你們要怎樣怎樣 特別交代他弟弟要好好學活 他們孩子也半信半疑 欸 結果講完後 真的當天 詹老居士就往生 往生的當時 他就親自看他後親 一點痛苦都沒有 安詳 而去 結果頭頂上熱得好像蒸籠一樣 這個是非常好 我們人啊 心念都是一個正念 他有一股浩然正氣 一直往上敷 結果他們就一直又繼續 淪斑注念 注念到 這個真老居士那個像貌 一直轉變得非常非常的莊嚴 本來已經躺在那邊 三四年的竹人已經病得陰陰一息 已經這個病相已經 可以說病榮滿面 可是念的整個像貌就非常的莊嚴 那個親友一來就說 怎麼把你爸爸化妝得這麼漂亮 他說沒有我們哪有化妝 我們只是念火 你看看 結果這事情就處理過後 處理過後 這個專導居士的孩子 就在提說 當時啊 大家要注念不注念 這個事情鬧得不可開交 然後他去碰到那個法師 請講一遍給這個家人聽 他們大家一聽說 那這樣子這位法師 還有幫我們排解這個救護呢 我們現在事情處理完了 我們要去理解啊 結果他 這個哥哥又帶著大家 就照著他去的那個路程又去 一去一到那邊 同樣是那棵樹 同樣是那間黃屋 一看哪有什麼法師 哪有什麼老的像小的像 是一間破破爛爛的小毛 後來也去 後來也去 那個欄杆都已經生鏽了 裡面空無一物 就是一些蜘蛛網 那個大門是兩片 那個鐵片這樣子 稍微割著 問附近的人說 這裡不是住的 有一位老的像小的像 他說那一間財房 不曉得多久沒人住了 主委啊你想一想 我們這說佛世界 也是環聖同居土哦 佛菩薩一直 要來救苦救難就劃過來啊 我們肉眼不適而已啊 從 這個就是我們 眼真正的這個真實的事跡 談這個事情也給大家一個啟示 就是說我們 為人子女的正義孝心啊 真的是可以感動天地 可以感動佛菩薩 大家再想一想 這化身過來牢上的那個開始 看到什麼事情 這個就是百千節的業力啊 我們要不念佛大愛往生 你無始劫 不要說無始劫 光我們今生啊 騎著這些拉哩拉哩的念頭 這些貪生吃賣淫 所造作出來的這些事情啊 你就 這個葬你就數不清了 你不趕快念佛照著 葬著歐明陀 這個大慈大悲的這個 這個大怨傳啊 大悅往生極樂世界啊 你這些業力遲早要現行的 你什麼時候要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一個人敢保證 我們啊 感謝 詹敬花老居士的這樣視線 祝他老人家 也是長日趁運再來 廣度眾生滿菩提願